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又到了咱们一块儿聊天讲故事的时候了 咱们前文书呢 讲了这个杆尔丹 做了大韩之后啊 设巧技吞并了伊尔强韩国 实际上呢 这杆尔丹的思路很清楚 他呢 先是稳固新疆境内 统一了魏拉特部 大权独揽之后 内部不再有威胁 然后啊 就灭了伊尔强 灭了伊尔强啊 他也不给自己找麻烦 大动干火的刀兵四起呢 这样啊 杀敌一千 自己也有可能自损八百 所以啊 他毫不费力的 在伊尔强韩国 设立了自己的代理人 就是那位白山派的阿巴克合着 然后呢 稳定了南疆 加强了税收 他毫不客气的 给这南疆的维族人民呢 套上了一个巨大的包袱 在那块地方啊 收的税是相当的重 当时这个南疆的缠回啊 包括这个 我现在的维族 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同胞 受这个蒙古人的气啊 受到什么程度啊 平时啊 给这个准杆尔人交税 已经交得很高了 这一点呀 咱们前文书交代过了 你别赶上他打仗 哎 这准杆尔韩国 一旦对外有战争的时候 对南疆人民的盘剥 就更加重了 最厉害的时候 竟然是啊 先拿走你所有收成的百分之五十 剩下的百分之五十 再收你百分之十的税 那您想象 这南疆老百姓的日子 他能过得好吗 能过得舒服吗 那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 今天呀 咱们就继续聊 这准杆尔韩国 一次一次的对外战争 先聊谁呢 您看这是一张啊 当年东西亚 以及远东地区的简略图 这大清呢 离他还算比较远 跟他呀 根本就不接壤 并且呢 现在这中原正是三藩之乱 康熙皇帝正是焦头烂额 也没时间搭理这支啊 远在伊犁的蒙古部族 头顶上的俄罗斯啊 虽然和自己接壤 但是对自己威胁并不是很大 首先呢 这嘎尔丹当政以来呀 就决定交好俄罗斯 对呀 得到俄罗斯的支持以后啊 他以后好跟大清打仗啊 东北边的卡尔喀蒙古 是他最想得到的地盘 为什么呀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想统一整个蒙古地区 好进一步的恢复大元盛世 但是现在动不得 为什么呀 因为这卡尔喀蒙古和这个大清交好 虽然呢 现在还不是大清版图 但是啊 已然是大清的蜀国了 这卡尔喀蒙古呢 就是墨北蒙古 哎 和这个墨南蒙古啊 属于是主流蒙古 哎 当然他们自己是那么说 哎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亲不亲呢 人家博尔之金打断了骨头连着金 即便大清朝 现在陷入了这个三藩之乱的泥沼当中 但是也保不齐你一打卡尔喀蒙古啊 这墨南蒙古的博尔之金们杀过来帮忙了 所以说呢 现在也得放放心搁着 过了叶尔强韩国再往南 就是和书特韩国 那儿暂时不用担心 为什么呀 因为那儿虽然有和书特韩国 有和书特韩 不过呢 在那儿实际当家的是达赖喇嘛 这武士达赖 那可是感尔丹的亲师傅 说实话 感尔丹干的很多坏 很多事啊 那都是这武士达赖 后边连出主意带窜的 那完全就是一根那个什么棍子 那这一下子就剩两家了 头顶上的哈斯克和屁股底下的布哈拉 这布哈拉呀 您听着耳声吧 咱们讲这个清平大小合作之乱的时候啊 这个地区的人呢 我们称之为布鲁特 这是啊 这个明清对这一地区人的称呼 现在呀 其实就是克尔克兹 名字呀 咱们不纠结 知道是哪块地方就行了 大韩嘎尔丹呢 也不知道啊 是扔鞋还是抽签 总之啊 接下来他要拿下的土地 他直接就选择了哈斯克 这哈斯克呀 和这个蒙古人呢 一直有仇 咱们前文书交代过 一直啊 持续到今天 到今天都有一句哈斯克的谚语 是这么说的 过去的仇人呢 是蒙古人 现在的仇人是酒精 好像啊 这酗酒啊 现在在那个国家 成了社会问题了 这事啊 不在咱们聊的范围之内 所以说咱们知道知道也就行了 那这会儿哈斯克的这个韩王是谁呢 哈斯克的韩王啊 叫投克韩 在历史上啊 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韩 首先呢 他统一了哈斯克 原来这个哈斯克呀 叫玉兹 您看这个小地儿不大呀 他分成了这个小玉兹 中玉兹和大玉兹 这投克韩一上台呢 先解决了这个分裂的局面 统一了整个哈斯克 然后呢 就是一跃从这个草原松散的游牧部落联盟啊 就建立了国家了 那标志是什么呢 他制定了一部法典 叫做投克法典 说起这位投克韩呢 实际上也不陌生 他爹呀 是咱们这部书的熟人 是前文书咱们交代过的 被这个 嘎尔丹的爹巴托尔魂台鸡 弄死的杨吉尔韩 这么一来呢 还别说呀 是准嘎尔人 和这个哈斯克人是世仇 这两位韩王的家族啊 那也是世仇 杀父之仇不公戴天吗 这仇还小啊 也可能啊 就是因为如此 这嘎尔丹呢 才觉着这吃柿子 还是得捡软的捏 就在1681年的时候 那一年呢 是康熙的20年 这嘎尔丹就率领了自己的蒙古骑兵 浩浩荡荡的开赴了哈斯克 谁想到啊 一进到这哈斯克的领土范围之内 这嘎尔丹就纳闷了 既没有人拦截自己的大军 也没有人抵抗 这是为了什么呀 这老百姓啊 看见这嘎尔丹的大军之后啊 就好像看见自己本国的军队一样 虽然没有丹石湖江 以赢王室的家道欢迎吧 但是啊 也不惊慌 也不逃跑 这部队向前行军 如入无人之境 一直就来到了哈斯克的首都塞里木城 这塞里木城啊 就在眼头了 这帮蒙古骑兵啊 就更吃惊了 只见这塞里木城啊四门敞开 这投赫汗呢 领着城内的众家贵族 以及大小的宗教领袖官员们 站在城门口一张红毯子上啊 正往这边大路张望呢 一见这杆尔丹的大军到来 好家伙 古月四起啊 这投赫汗呢 抢不上前 砰的一声就抓住了杆尔丹的马刚上 这嘴里说呀 这大汗风尘仆仆 来到了我这个小城啊 倍感荣幸 使我这个萨里木城啊 蓬毙升辉啊 赶紧赶紧下马呀 咱们进得城内是一块喝酒 这杆尔丹一看 愣了呀 下马进城 我是带多少人进城啊 这带多了呀 好像是真有点不合适了 带少了也不行啊 万一进得城去 你哐啦啦一关城门 乱刀砍下 那我凭什么吃这亏呀 但是呢 眼看着这个形势啊 是这个投赫汗呢 要跟他讲和 那这杆尔丹作为一方豪强 人家说要进城喝酒 我不敢进去 那这也不是事啊 正在这杆尔丹琢磨的时候 这投赫汗呢 好像看出了这位杆尔丹大汗的心思 他指了指城门说 说大汗呢 我为了迎接您的大军呢 您看没有 这塞里木城啊 四面一共有八个城门 我让他们呀 把这个八个城门的门都拆了 就要立在城门洞里外 您的大军呢 住在城内也好啊 城里也好 我们都欢迎 无论您是在城里还是在城外 进城也方便 城外的人来联系您也方便 那意思就是说呀 您进城喝酒啊 踏实住了 要是有人对您不利呀 哎 您的大军随时能杀进城来帮忙 这杆尔丹一听要是这样的话 那就先喝酒吧 于是啊 这杆尔丹就带了几百亲随卫队 随从这投赫汗呢 进到了王宫 临行之前还不忘交代自己的手下 在城外驻扎要惊醒着点 城内一旦有什么动向 赶紧杀进城去好去护主 这才跟着投赫汗就进了王宫 再一看呢 城里的老百姓可热闹了 整只羊 整头牛的往外端 那位说不是签吗 怎么是端呢 熟的呀 羊肉串啊 烤全牛 大盘子的烤包子烤囊 再加上水果果干啊 源源不断的就运进了准干 驻扎在城外的军营 这帮子蒙古骑兵哪见过这个呀 平时他们的伙食是什么呢 赶好了就是白水加盐 沙葱煮肉 现在那些眼皮子浅没见识的汉族人呢 美其名曰叫手板肉 到了内蒙之后啊 一通开一看 你问他第二顿还想吃吗 九成九的人呢 都跟你剥了脑袋 不是那东西不好吃 是因为太单调 而且呀 这个汉族人也不一定就吃的惯 这么一来 哎呀这准盖尔骑兵啊 算是开了摘了 资楼的一口酒 八搭的一口肉 城里王宫内啊 大寒们还没开席呢 他们这儿啊 先吃上了 咱们再说这盖尔丹 带着自己身边的几个头人战将啊 一同就来到了王宫 一看这王宫早就准备好了 当然吃的比城外的士兵吃的要精细一些 那也别客气了 那就吃吧 那就喝吧 可这盖尔丹呢 在吃喝之际啊 就等着这头鹤寒呢 把这个祥书顺表啊 献上来 哎 从此以后啊 就向这个准盖尔汗国称臣了 并且啊 还得聊聊 到底啊 你称臣之后 得给我们进贡点什么呀 每年的付税是多少啊 这些都得谈清楚了 可是咱看这头鹤寒呢 这会儿啊 也喝的是一个这个脖子粗脸红 根本呢 就没有想聊这个的意思 这盖尔丹一琢磨 也是 今儿个先吃喝 不行啊 咱这事明儿再聊 反正啊 我们都进城了 大军就驻扎在你的城外 这怎么着呀 你们也插翅难逃 这事啊 这回必须得妥了 实际上 这群蒙古人 他们不知道 这头鹤寒呢 是在拖延时间内 他早就联合了国内所有的部众 一旦这首都有事 全要赶来秦王 实际上 在这盖尔丹的大军 刚一越过边境 人家这头鹤寒就知道了 这烽火狼烟啊 实际上早就发出去了 这会儿各部落的部队啊 正往首都赶呢 那么说这秦王护驾的部队 什么时候到呢 有那么一句话呀 叫无巧不成书 就在下半熊 这盖尔丹呢 以为人家赛里牧城 四城不必 是为了方便他的蒙古大军进出呢 实际上不是 是为了方便人家的秦王部队 杀进城里 这九宴呢 一直持续到下半熊 城内城外的准盖尔士兵 这会儿是九星正寒 哎 正乐着呢 只听四外的号炮 可就想起来了 这赛里牧城四外呀 只号炮四起 喊沙林声 哈斯克人呢 像潮水一般 从四外就掩杀了上来 据这个准盖尔韩国石所载啊 当时的准盖尔人 这火枪啊 来不及装填 马匹啊 也都大都陷入雪中 和这个沙俄交好啊 没摆好 沙俄呀 不但负责提供火枪 而且还培训了准盖尔士兵运用火器的阵营 可是这会儿啊 火枪用不上了 来不及了 只能啊 从操就业 又凑起了大刀片子和弓箭 跟这哈斯克人呢 就贴身肉搏了 那您想啊 这哈斯克人啊 给这凯尔丹来了一招 叫做狼吃羊啊 冷不防 这有准备打没准备 那没准备的 那不就干眼挨打吗 这凯尔丹一看呢 不能练战 带领着自己的步众 冲出了重围 就逃回了伊犁 到了家之后啊 一点数 这人马呀损失大半 不过呀 这凯尔丹呢 那完全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 他可没福气 不但没福气 据说这凯尔丹失败之后 该吃吃该喝喝 平时谈笑风生 和自己的步众 饮完酒之后 是倒头就睡 好像啊 一点心事都没有 一点都没把这次失败 放在心里 史书所在 未尝错其锐气 一争兵训练如初 转过年来 这大汉凯尔丹 觉得自己这实力呀 恢复了恢复 于是毫不客气 就派了一支使团 来到了哈斯克 给这投克汗就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呢 那很明显 出自于这个 清朝的史书 这文分上 您一听 您就能明白 是怎么写的呢 这上边写呀 辱不来详 则自今以往 遂用兵 下榻辱耕 秋烧辱驾 今我年为四十 始至于发白 耻落而后止 这就属于是 不怕流氓会武术 就怕流氓能战斗 这跟二丹说了 你要今天不来详啊 打今儿开始 你给我记住了 我呀 年年派兵 每年夏天呢 就去烧你的草场 到了秋天呢 就抢你的粮食 你琢磨着办 这事儿啊 没完 我今年呀 还不到四十呢 你等着啊 咱们年年这样 一直到啥时候算完呢 等我头发都白了 牙都掉了 可能干不动了啊 我也就不去了 诶 这使臣把这信呢 交给了这投克汗之后 扭头就回了伊犁 这赶尔丹说话算数啊 自此每年真就是下秋发兵 那常赶集啊 总得碰尽庆节 这哈斯克呀 各部族啊 四外游牧 很难拧成一股石啊 做成有效的抵抗 就在这一年呢 又是一场大战 这赶尔丹竟然呢 把这投克汗的儿子 给抓住了 直接就压到了西藏 送给了达赖喇嘛 哈斯克韩国呀 这回是从此一蹶不振 最后一战呢 这赶尔丹派了自己的侄子 侧往阿拉布团 说一大军是再次攻打哈斯韩国 这一下子可就把哈斯克给打服了 愿意从此啊 是臣服准赶尔韩国 就这这赶尔丹的对外战争 还不算完 咱们明天接着聊 这赶尔丹玣 我赶尔丹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